美国6月的通胀数据出来了 全面低于预期 这个数据虽然是一个普通的阅读数据 但对于金融市场的意义却并不普通 这个数据很可能是压倒美联储的最后一根稻草 实际上在过去两个月里 美国的经济数据全面在走弱 就业 消费 PMI 通胀都低于预期 受此影响 金融市场围绕着9月美联储开启的加息周期 进行反复争夺 降息一方一直没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之所以没有压倒性的优势 就是因为这个通胀下行 很多人是存疑的 而6月份的通胀数据一出 就补齐了这个短板 美联储9月降息 很有可能就此成为定局 以这个时间点 如果我们往前推 美国8月份的利率会议上 就有可能会转向暗示降息 而这意味着未来两个月 金融市场将针对持续了三年半的 这个大的周期转折进行交易 那这个周期转折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 哪些资产会受益 哪些资产又会遭遇风险呢 受益的资产主要是 美元利率在定价中 出于关键因素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包括黄金 美债 港股 而至于A股 美元利率提供了大的外围环境 但主要还是由国内的政策环境 来决定的 环境变化了 国内的政策也会宽松 但恐怕可能会有不小的延迟 需要耐心的潜伏着 而对于美股来说 美联储利率转向 很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这个可能有点反直觉 这个利率下降 不是应该使市场上涨吗 但是如果大家理解 为何美股在美联储 不断加息的过程中 还能保持上涨 就应该知道 推动美股上涨的主要因素 尤其是疫情后 它主要来自于 上市公司利润的增长 以及处于非常高税微的资本回报 而这两点取决于 美国经济处于繁荣状态 而降息意味着 这个繁荣状态的转弱 这直接伤害的是美国股市 最近这两年上涨的根基 那么美股现在是处在高估值 对应着高增长的预期 而这个双高 代表着最大的风险 虽然估值高 不必然带来下跌 但是预期兑现的概率 不可避免的就会比较低 更何况 可能会面临更低的利润增速 其实从过去的利率周期看 降息初期 美股往往是走熊的 市场期待了很久的 美联储降息周期 虽然一再推迟 但最终还是要来了 在这过程中 金融市场将掀起滔天巨浪 这些滔天巨浪 往往会给一些人 带来颇天的富贵 而给另外一群人 带来巨大的风险 这里面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就是惯性思维 惯性思维 在大部分的时候 有效 并且让人感觉舒服 但是当市场面临重大转折时 往往会成为亏损的罪回扩丑 过去积累下来的盈利 很有可能会灰飞烟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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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